中国新型舰载机殲-35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有怎样的意义 殲-35战机出现在水泥航母上具有怎样的意义 这对于中国舰载机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随着003航母不渐渐正式完成下水 这是中国海军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都纷纷感叹中国在航母的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海军来说也是巨大的飞跃 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003航母浮渐渐下水 这就使其舰载机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外界的热议 因为003航母浮渐舰作为中国第一艘弹射型航母 因此这就使其对于舰载机有了更大的要求 已经会有新的专门舰载机为其所研制 以此来可以在其上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前 关于003航母浮渐舰的舰载机歼15D 被爆出正在中国山东舰上进行各项性能的测试 以便可以使其性能达到最优 从而可以更好实现上舰 然而 除了歼15D战机外 003航母浮渐舰的另一舰载机也有了最新的消息 据消息称 歼35战机再次现身水泥航母 随着其再次亮相 这就使其又一次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歼35战机再次亮相水泥航母 不得不令人浮想联翩 因为其作为中国下一代舰载战斗机 从亮相之时就一直备受关注 因此 此次随着其最新动态被爆出 这就是有理由猜测 歼35战机目前已经开始进入 上舰相关的技术测试和准备工作 因为 根据中国航母此前发展的经验来看 航母的舰载机都要到位于武汉的这座 陆上模拟航母测试平台 进行相关测试与数据收集工作 以此来使其可以达到最佳的性能 并且对各项技术能够进行充分验证 以便可以更好实现上舰 因此 此次歼35战机再次现身水泥航母 这也预示着 距离其真正上舰将不远了 已经更近了一步 然而 关于这水泥航母 其实就是陆上模拟航母测试平台 也就是说 在陆地上进行各种模拟测试 进行训练 这样到了航母之上 那么就能够很快适应 据悉 中国水泥航母在2008年就开始建设了 通过其外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和辽宁舰非常相似 毕竟在当时 中国正在改装瓦良格号 且只有这一艘航母 也没有其他的参考 因此 当时的中国只能参考瓦良格号 建设了这一路上模拟航母测试平台 并沿用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这款水泥航母和辽宁号航母几乎拥有了完全相同的起降跑道和舰桥 有了这些装备 这就使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地面模拟训练中心 此外 据详细资料显示 整个水泥航母长300米 有意思的是 为了能够做到更好的模拟环境 在水泥航母之上还装备了雷达和电子设备 同时还在甲板上配置了额制的苏33战斗机和直升机的模型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 中国这艘水泥航母确实将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于中国舰载机的发展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之所以选择这个 使其让歼35战机来到水泥航母进行陆地测试 这主要是由于接着003航母福建舰正在西装这一时间间歇 以此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 并且由于福建舰要正式服役还有一定的时间 因此 中国选择这个时间进行陆上航母测试 这主要也是为了让歼35战机可以尽快完成上舰前的工作和准备 并且对其各方面性能训练调试 以便可以使其达到最优 这对于歼35战机来说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 现如今歼35战机出现在测试平台上 不仅仅能够用于测试舰载机 还能够进行其他相关的测试工作 由于其是专门为003航母福建舰所研制的新型舰载机 因此 由于一些新技术需要进行调试 所以就需要对其进行相关的调整 以便可以在之后能够进行一系列的相关工作 可以发挥出其最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可以在水泥航母上进行舰载机位置摆放的调整 以及可以将布局调整得更为合理优化 这些都可以在其正式上航母之前就得以完成 以此能够节省大量时间 从而可以使中国加快对其的战略作战部署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此色亮相的歼35战机 其较大的变化就是其机身被拉长了 据卫星比例测算出 歼35战机机体明显比之前多个版本的FC31原型机都要长 之所以将其机体拉长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主要由于弹舱容积所导致 为了可以使其携带中国最新型主力中巨弹PAL-15 并大幅度提升其战力 所以将其弹舱做了加长处理 这就使其机身被有所拉长 这样所带来的意义还包括 就是可以使其具有更加强大的战力 并且使其油箱容积大幅增加 从而使其实际有效作战半径和理论最大航程 得到大幅度提升 并使其可以发挥出最强大的战斗力 起到最大的威慑效果 此外 关于歼35战机 此前也有消息称 歼35战机已经安装了新的发动机 而这一发动机从外形上来看 应该就是国产涡扇19发动机 是一款推比达到10的先进中推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歼35战机的性能 以及作战能力 消息还指出 随着歼35战机的最新原型机的曝光 并且进行了频繁的密集试飞 这意味着歼35战机距离装备定型 上舰试飞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随着歼35战机的不断升级与改进 并且安装了新的国产发动机 这也使其性能变得更加强大 动力更加充沛 飞行性能更加出色 隐身性能更加强大 此外 据悉 歼35战机将换装和歼20战机 类似的先进航电设备与空对空导弹 因此 就算面对美国F35战机也丝毫不落后 此外 歼35战机采用了3D一体化打印技术 就是这项技术可以使歼35战机达到减重的效果 随着歼35战机的大幅度减重 就可以大大节省飞行成本和大大提高飞机的隐身性能 从而能够实现一军两得的目的 现如今 随着歼35战机进一步加快测试 这对于其来说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并将为其登上航母做最后的准备 从而可以发挥出作为中国新一代舰载机的作用 这对于中国舰载机的发展来说 也将有着较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因此 让我们一起期待歼35战机成功上舰 并在中国003航母福建舰上发光发热 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来说 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促进意义 也将予以美国巨大的威慑作用 将进一步加快处理中国海军的飞速发展